林青霞被曝已离婚,马上又被传出与钱翰结婚,好友表示,不可能。 林青霞被曝已离婚,马上又被传出与钱翰结婚,好友表示,不可能。 众所周知,在90年代,香港娱乐圈评选出了四大角色美女,分别是林青霞、李嘉欣、关芝林、张曼玉。 与现在滤镜下的美女不同,那个年代容颜都是真实的,没有特效的。 美的自然,真实那才是真的美。 林青霞所饰演的东方不败等形象,真的非常非常的经典,哪怕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,依旧能清晰地记得那容颜和气质。 。 后来,林青霞与一名香港富商结婚,为其生下两个女儿。 不过,近日网上爆出63岁的林青霞可能已经离婚,并且拿了21亿的赡养费。 据说,这是一名圈内人在一个私人聚会上听一名女星聊起了这件事。 。 虽然她离婚的消息还有待何时,不过林青霞的感情问题在网络上被多次爆出。 。 之前林青霞也曾在一档综艺节目中提到过自己的婚姻不顺,所以推断这次的爆料可信度比较高。 据爆料人说,因为林青霞已经忍受丈夫出轨小三多年,也和小三斗了很多年了,这次突然说离婚应该是被逼无奈。 ,据说是因为她没有生出儿子,而小三生出了儿子,她的老公立以主分财产。 当然想把财产留给儿子,又不能直接留给私生子。 为了名正言顺,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和原配离婚曲小三,真的很难想象林青霞是怎么度过这么多年感情生活的。 。 而就在今日,网上又有爆料人声称,林青霞与秦翰已低调林郑。 。 但香港媒体报道称,与林青霞相交四十年以上的密友对此直言表示不可能。 。 林青霞在某综艺中谈起过自己的感情观,并不觉得嫁人很可惜,婚姻是一定的归宿,不会厌倦同一个人。 。 。 而这时,她与秦翰已经感情纠葛十六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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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网络上如何传播这件事,对于林青霞来说或许都不打紧,她比谁都知道自己的感情归宿在哪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